你说到这儿好多家长眼睛都放光芒了 他们都觉得也要在家里拍摄 很有用 这个是去年已经有的商品 那么我就是想要请教 这个东西和你讲的互联网在概念上是不是一样的 其实我现在种地也是这样 我把我的地200个平方一个单元 我租给上海的城里人 然后我给他配一个网络的摄像头 他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看到他的那个地 他还可以在家里通过互联网来喷我的 在给他的地里喷水 或者打开门让农民进来 你现在这个你种的这块地 用摄像头在看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预防住农民在他浇的水里面 加了农药加了化肥浇进去了 你看见吗 你看不见 我们的互联网是不是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这当然是可以的 而且他还能准确地告诉农民 这个你这一块这整个一个两亩地里面的东南角的一分地位的地方 养分是不够的 你要在那施肥 这个施肥的就这样的话就保证 我最低限度的食用农药和化肥 对吧 就是我根据具体的某一个小块地方 我去施肥 这样的话就可能保住 一方面这样的成本 一方面降低这个农药的施肥量 这样的话对这个食品安全 那么怎么能做到安全有效可靠稳定的这个工作 这也是很关键 这个如果这个系统这个老是误报 那人家瞎子不敢操作了 或者是这个漏报这个问题就就比较麻烦 他说这个点就是 也是这个传感器和传感物网 它的本质的差别 之一 我手拿一下看 这应该是玻璃很硬 对吧 然后温度 我这个温度跟水温差不多 不是特别冷的东西 重量那也差不多 可能是水 那我再喝一口看看 鼻子闻一闻 你看到没有 它这就是传感网的理念 它通过多种传感 进行综合的判断 这些东西 那么真正的传感网 比它还要复杂 什么 比如说我们做 我主持人还有在座各位嘉宾 我们组成了一个传感网 每个人就是一个传感的节点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 我说 鼻子很帅 因为美女说 她说她不是帅 简直就是魅力 那么另外还有一男士说 她不好看 很难看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不同的节点之间 本身的综合完以后 她还会更高层的融合 我说你她怎么说 她说三个人 哪个人给个圈细数 最后判断出来 你是个不好不坏的武士 OK 那么这是给你最后的判断 你看到没有 这是传感网的第二层 第二层的意思 这个判断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但我们能请刚才那位男士出去一下吗 那这样的话 你觉得很优秀的武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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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